要经常会遇到就是说 需要经常做这件事的话 一样我之前讲过 那你可以把旧的先删掉 那如果刚刚的动作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连续的一个程式的话 就是VBA的话 那一样可以把它录制一个聚期 那刚刚同学有练习 也蛮好的 其实很多地方你都可以试着录制 比如你这件事你只要重复经常做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聚期 其实背后就VBA 那也就是说这件事 如果你不会写对应的VBA的话 那其实你是可以把它录下来 那至于录完之后 当然我们可以再分析一下 到底录了什么 你可以再了解 像有些地方同学好像发现 有一行程式他看不懂 那他会提出来 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出来讨论 比如说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那当然刚刚的动作 我刚刚已经有做过了 所以我们假设彩排了 大概也熟悉了 基本上步骤就是 一先选取这个 然后按右键复制 这边把它贴上 然后再用什么 用那个寻找特殊目标 找空白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出声歌 把它删掉 这样OK的 大概应该就是五个步骤左右 好那你大概彩排过之后 如果假设你希望把这件事情 以后就不需要重复 就是每次都做一次 每次都做一次 那你就把它变成一个按钮也好 那这样会方便呢 所以如果最后我希望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类似按钮的话 那第一个当然就开发人员 录制聚齐先彩排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记得不要先选到 先把它点旁边一下 不然你如果选的话 录制聚齐的第一个动作 就没办法做到 你再点它不会录进去 这个很容易发生错误 就是你不要预先做 预先做它就不录制那个动作 那你就少了第一行 OK 好所以先点旁边一下 好录制聚齐的话呢 如果我这个聚齐名称也许叫部门好了 OK反正就取一个简单一点名称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 因为你按确定之后呢 动作就开始了 就按确定 好开始哦 OK 第一个先选取A栏 第二步的话呢 复制我习惯用Ctrl-Z 那你按右键也可以 然后 将来的话就把它贴 所以1选取2Ctrl-C 3的话呢 就是点选H1 V这边 然后把它贴上Ctrl-V OK好 所以等于是点H1 然后再PASS贴上 那接下来的话就用刚刚的方法 常用里面的那个寻找 那特殊目标 然后找到空格 按确定 再来的话用删除这边 删除储存格 然后向上移动 好 完成哦 完成之后的话 请你把它停止录制 停止录制 OK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然你就可以 把这个H栏先删掉一下 OK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Run Run的话呢 就是直接到聚集里面 找到刚刚我们录制那叫部门 然后你可以执行它看看 如果执行结果OK的话 那表示说你这个动作已经变成一支VBA的程式 或者叫聚集 它就叫部门 然后执行 OK 有没有 那当然只是说你要手动去删除的 但如果你觉得说你要能够更延续的话 你也可以 自己再把H栏这个删除动作 其实在写一个 写一个 录一个聚集也可以的 把它删掉 那再执行一次 这边部门执行一下 就有了 当然如果你假设你觉得说老师每次都要从这边点太麻烦的话 那你其实是可以从什么 从这边插入一个按钮 在旁边再点一下 有没有 然后呢 把它选取部门的这个聚集 那并且把部门的名称复制一下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把那个部门的名称贴到这里 OK 这样的话其实就不用再点这边了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给删掉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按一下 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当你呢 选取这个部门的那个H栏的时候 把它删掉的同时哦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按钮哦 它会因为你删除那一栏它会向左边移动 那当然你变得很麻烦的你刚刚本来位置应该在这边 可是它一删除就变成它会在那个H栏上面会遮住了 所以哦跟各位顺便讲一下这个还蛮常遇到的如果你加入一个按钮之后 你不希望说这个按钮哦它会随着儲存壳宽度或者是难改变而移动位置的话那你其实可以有个方法直接在这个按钮上方按右键它会有一个叫控制项哦的儲存的格式有没有这个油漆筒这个哦你可以点选它之后呢找到它里面有一个叫摘要资讯哦找到有一个选项叫什么呢 大小位置预设是什么 随除存格而变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假设三条某一栏的资料的时候它会跟着移动过去 可是如果假设了我刚讲过了如果不要动的话那其实很简单嘛你就改成什么 应该猜也猜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大小固定 位置还是水啊我们就不要不水啦所以这两个都水儲存格那我要找到一个不水的就这一个嘛所以你就找到不水那就是最下面这一个按确定之后哦那会有什么差别呢你会发现哦 刚刚把这一栏删掉的时候哦它会跟着变对吧那现在删除的话呢 有没有发现它还是在这里它不会动哦 这个时候如果按一下它有没有它就会帮我产生H来再删掉 这样一下又产生了OK所以其实这还蛮方便的啊以后你本来你要做很多个动作之后的结果 现在呢其实只要按一下就OK了 哦那当然啦至于那个这个背后到底写了什么程式吧哦如果各位有兴趣我发现有同学还蛮认真的哦他会特别去看一下那如果他看的话呢你其实在按编辑啊刚刚是执行嘛哦你按编辑 他就会跳出来给你看的啊有没有啊上面这个单以后出现都都是注解开头哦啊其实这个都可以删掉的 所以啦刚刚你比较我是觉得比较正规的方法应该是你要在这边加个注解 注解是一什么选取A栏嘛那第二个的话呢是复制复制也许选取A栏与复制好了你也许两个嘛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选取H1有没有选取H1就游标放H1做什么呢贴上嘛所以其实贴上就到这边了所以是 把A栏是把A栏复制贴到H栏有没有这个是A栏然后复制这个是贴上那再来的话做什么呢也就是选取那个特殊的选取特殊的有没有特殊的储存格嘛特殊目标嘛里面的话就是空白的blank有没有就select所以其实这一行是什么就是寻找那个特殊的目标 然后最后的话就把它删掉删掉就delete啦ok刚刚同学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看不懂其中有一行程式这一行叫application点什么呢叫做cutcut是减下copy复制copy more这什么意思啊等于false那其实啊跟各位讲以后啊在程式里面如果你出现这一行啊 其实啊你可以勇敢的把它删掉理论上应该是没关系的因为我发现他有时候会多这个这个有时候是只是内部的设定而已啦这个内部设定不需要也没关系不影响 所以其实理论上那一行啊是可以把它勇敢的delete掉就ok了好那最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就应该玩完成这样把它改 这后面其实自己自己再打一个注解啦这样会更清楚啊一样嘛把这个删掉然后把它再执行一下这样也ok 不过啦这边好像如果要挑毛病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地方也会变点毛病什么毛病呢按下去 感觉有没有会让人家感觉说其实他好像是有一点闪一下好像在做很多动作然后被你看到 感觉好像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流畅的感觉有没有但我是个人啊你说老师没关系这样你但有些人就很龟毛 我说老师这个可不可以不要让他看到那个那个动来动去那样子感觉好像不太舒服耶 那我讲过如果假设你不想要让他看到的话 那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有个方法好像跟各位讲过吧 可以呼叫一个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就是ecell啦 他主要管什么管画面要不要更新的这件事 所以你把画面更新Square updating把它关掉就等于force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刚刚不是做很多动作切来切去对不对 如果你假设那个画面不要一直秀出来的话 其实是有个方法就是把它的画面要不要更新这件事把它关掉 那这个时候你底下做动作它画面就不更新了 它就不会让你看出好像奇怪怎么复制贴过来 然后删掉那些卡卡的感觉 所以加这一行看看OK好试试看好了 加这一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好试一下把它删掉 好了再把它按一下 有没有好像还是会闪一下 但是好像没闪那么厉害 有啦OK 它只有篮宽变窄 其他好像都没有出现 所以这个等于是加一行 我觉得这一行的CP值还蛮高的 OK就加这个啦 好那其他注解就自己加上去 也就完成我们部门的VBA的程式撰写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你不会写程式没关系啦 你至少会录吧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这个动作试着再录一个聚齐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好了 OK画面再还给各位录一下